成都的六号线是世界最长 日本的山手隧道最安全 而韩国的玉闲隧道仅为世界第四 而且濒临报废 今天由于就来为大家盘点 五条地球上最长的隧道 坚持到最后的小伙伴会有惊奇发现 哥达德隧道 哥达德隧道位于瑞典的阿尔卑斯山 是为了让位于阿尔卑斯山两端的城镇 更好的沟通而被建造的 全长57公里 深达2300米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铁路隧道 隧道虽然长 但是当地体的时速提升到250公里每小时时 隧道中的行程也只有20分钟而已 这对所有的旅行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因为这就意味着将原本两地的旅行时间缩短了一个多小时 你能说这样的隧道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成都六号线 在成都有超过880万的人口居住 所以这里的交通线路也建设的非常发达 成都的地铁六号线全长68.2公里 共56座车站 是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隧道 也是中国城市地铁一次性开通里程最长的线路 而且你只要坐上成都六号线 那么你就可以找到成都一大半的最好吃的美食圈 而且成都很多出名的达卡地六号线都可以直达 成都小泰国 网红桥 江滩公园 网红森林公园等等 现在知道为什么它是六号线了吗 斯诺宽尔米隧道 斯诺宽尔米隧道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长 因为其简单的拱形入口看起来非常狭窄 而且它在华盛顿甚至都不太出名 可实际上 斯诺宽尔米到现在都保持着世界上最长的自行车和行人隧道的最长记录 全程3.6公里 最开始这里是一条火车隧道 沟通美国西海岸和芝加哥 密尔沃基市和圣保罗市 在整整服务了70个年头后 终于在1980年被废弃 也就是从这之后 它才开始变成人形隧道 火车经过当然不算长 但是走路和骑自行车经过这么长的隧道 还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而且过隧道还是要做足准备工作 隧道内阴冷需要多穿衣物 而且隧道内没有照明设备 所有经过隧道的人都要自行准备手电筒 无聊的时候 你会选择到一个漆黑阴冷的隧道中散步吗 东京是一个大城市 当地的人口将近是纽约的二倍 所以城市的合理规划 对这里来说非常重要 山手隧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它位于海岸和市中心之间 全程18.2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城际汽车隧道 因为它位于地表以下30米处 所以无论是什么天气状况 都不妨碍它的通行 隧道内配备了逃生舱 红外传感器 灭火器 喷雾器 以及按钮警报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隧道之一 这么看来 日本的小日子确实经营的不错 玉闲隧道 韩国的玉闲隧道是在2016年的12月正式开通的 这条隧道全长50.3公里 目前是世界上第四长的铁路隧道 列车在这条隧道中行驶的时速可以高达300公里 这么看来 这是一条非常高效的隧道 但是在2021年4月 这条隧道开始暴露一些严重的缺陷 因为当时建造时忽视了一些地质问题 所以导致倒床变形 也就是隧道开始不那么平整 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路段上 火车不得不降速到每小时90公里 目前 预前隧道仍旧在维修当中 如果没有合理的维修方案 那么预前隧道的安全性可能就会大大增加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 灵不灵愿 有一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